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接下来测试一款令人激动的产品 外星的AW2725Q 它采用的是第四代的QDO来的面板 26.5英寸 4K分辨率 240Hz刷清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采看起 外星AW2725Q采用了全新的包装设计 由之前的白色UV彩皮更换为的黑色 背面晕晒着主要的参数规格 打开包装我们来看配件 里面包含了一个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USB上行线 和一个清洁布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外观方面 外星AW2725Q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整机相比于上一代的模具更加的圆润 据说这次大胆的新设计 是为了庆祝外星人品牌成立30周年 同时它还获得了CES2025创新奖 我们表示祝福 希望它的新的起点继续闪耀 回到外观 我们来看细节部分 正面是QDO来的标准形态 底边则有外星的英文logo 底座非常圆润 在支架和底座连接部分 有点像不倒翁的形态 再来看背面 整体采用了渐变工艺 就介绍灵感来源于北极光 我们从接口视角来看 甚至有一种外星飞船的感觉 整体后盖包裹着圆形背包 仔细描运缝 可以看到360度的散热开孔 细节满满 同时我剧透一下拆机环节 它内部设有风扇 噪音不知道各位顶不顶得住 整体这代外观设计 初看会觉得怪怪的 但慢慢看久了 又会觉得很有设计感 我想好的设计就是如此 另外这一代设计 相比前几代 RGB氛围灯数量是减少的 自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水平和左右各久速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试阻力感尚可 功能性是拉满的 好评 自家中段开孔 用于理性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四个USB下行接口 其中的一个下行 是C口形态 支持15瓦供电 接着我们就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显示效果 首次开机 屏幕会出现外星的logo 接着就用了显示的画面 亮机之后的第一主板感受 色彩通透艳丽 没有过饱和油腻的感觉 实测SHP容积达到了145% PPI提升到了166% 非常细腻 对于面板上的制造要求更高 这里科普一下 有部分厂家会将这块27寸的版本 宣传为第四代QD OLED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从显示性能和效果来说 它与24年发布的32英寸版本 几乎一致 从这个观点来看 它应该继续被称为第三代QD OLED 但实打实的像素密度提升 对于制造要求更高 从这个角度 也可以称之为第四代 因此关于称呼 大家见仁见智 说回来机器本身 OS菜单方面 颜色灰底白色的设计风格 操作的方式 是大家熟悉的五项摇杆按键 但这次菜单的字体 又细又小 并且不可以调节 同时按键手感较差 段落感不明显 且容易误触 这稍微让人有点遗憾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 才刚刚开始 举例 简单切换一下色域空间 无法想象消费者 是如何找到这个功能的 也无法理解创建者 如何设计的这么美妙 且令人激动的菜单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首先是白平衡和色温 初上模式下 为6241K DOV为0.0018 SG色域模式 色温为6424K DOV为0.0048 P3模式色温为6234K DOV来到了0.0139 白点接近标准P3坐标 但在目前的显示使用环境下 会有明显的偏率倾向 色域空间方面 默认为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GP的色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GP色域覆盖为98.4% 平均色准0.76 最大色差2.08 P3色域覆盖为98.5% 平均色准0.7% 最大色差2.9% 只有红色有轻微的偏离 有点需要注意 虽然AW2725Q的色准表现不错 但P3下的白点是严重偏绿的 设计用户可能需要重新校准白点 SG亮度方面 菜单中没有提供高亮模式开关 1%的APL窗口 顺时峰值可以达到273L 全屏值为255L 但这种亮度 只有在开机一瞬间可以测得 之后光速下降 所以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稳定的亮度值 1%的APL窗口 250L 全屏窗口 238L SG亮度方面 菜单中有6种SG模式 其中 HGP1000亮度最高 为1031L 这是我们测试过 少数峰值亮度 超过1000L的QDOL的显示器 表现优异 其余5种模式 最高亮度都锁在430L左右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右侧紫色区 亮度在240L左右 蓝色区略低一些 230L 以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5.33% 虽然这个数据 看起来是不差的 但以过往QDOL的 本身炸裂的面板性能 2%左右才是优秀的水平 色度均匀度方面 全屏色温在6094K 到6259K之间 没有明显的色温变化 将价与其亮度均匀度 色温均匀度的数值 才展示了QDOL的面板 炸裂的表现 全屏黑场 它是不发光的状态 但QDOL的受到光线的影响 屏幕存在着反射 黑场会有见紫色的光感 因此我们测试它 在不同亮度下的照度对比度 数据如下 和31.5英寸的QDOL的 基本相同 在这个方面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提升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呈现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视角为40度左右 肉眼观测 没有出现明显的对比度 和色彩衰减的现象 平散试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 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平散频率与刷新率同步 平散波动深度为10.62% 同时我们测试 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21L 此时SVM值最高为0.163 远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占455纳米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8.76% 符合硬间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HDMI为满速48G的版本 连接PC分别可以支持到 4K 240Hz 10bit和12bit 主机端支持4K 48-120Hz 支持HDR和自动低延迟 使用Type-C转DP连接Mic 可以支持到4K 48-120Hz 支持VR和HDR 输入延迟方面 4K 24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0.89ms EUTF曲线方面 所有模式采取了5灰阶以下的内容 HDR1000模式 0-40灰阶低于标准PQ 60-70灰阶体量 之后做滚降贴合标准PQ 其余模式都是同一种调校曲线 0-401M低于标准PQ 50灰阶之后 做大幅度的滚降处理 再到90灰阶之后 贴合标准PQ H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境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太阳能够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生成尾色图 HDR1000模式 太阳核心亮度为630L 其余模式峰值亮度所在400L 因此实景亮度也大幅度砍半 以TOOPLAQ400模式为例 实测为378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HDR1000模式达到了 852L的超高峰值亮度 TOOPLAQ400模式360L 同时 海王片面支持杜比世界 我们对比HDR1000模式 最大的区别在于高光细节的还原 HDR1000可以看到高光中的太阳影子 而杜比世界 可以更完美地呈现轮廓 以及周围云层的细节 提升还是相对明显的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中规中矩 岩石部分出现了轻微的细节流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中 没有出现色彩断成现象 在观影的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了它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就是画面色调过暗 这里指的暗不是亮度不够 而是颜色的明度不够 反观杜比世界模式 这个现象得到了改善 而此在游戏方面 小球外高光细节呈现得很出色 物体边缘轮廓清晰 但暗部细节就差点意思 由于调校过于保守 裁削的部分灰机 会导致显示暗部的时候出现死黑现象 同时还有个策略问题 原本TOOPLAQ400模式 压低峰值的做法 可以用于抑制ABL机制 带来的观感亮度影响 但由于原厂色调调节过于暗沉 导致很多场景的画面暗沉沉的 当然如果你玩的游戏 正好是支持杜比世界的 那么开启机器的杜比明亮模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外线AWR2725Q原生支持 240Hz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机响应方面 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机速度达到了0.327毫秒 运动前的时间方面 在最佳的OD档位下 BT为3.315毫秒 实际在UFO运动轻度的测试中 飞跌后方几乎没有任何的拖位 本体的轻度非常出色 但如果和480Hz OLED的对比 就还会有明显的差别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板的表现 开开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金属屏蔽罩 右侧配备的涡轮主动散热风扇 下方还有一颗独立的USB小板 开开屏蔽罩 我们就可以看到驱动板 主控IC是9810 这个芯片有部分版本 是支持无4G DP201的 外线人可能受限于成本 和供应链规划等缘故 依然使用的是1.4的版本 主控旁边 含有6颗蓝牙异色的DDR4内存颗粒 单颗256Mbps 总计1.5G USB接口上方 是日域的RTS5409 它支持USBHUB3.0 右上角有一颗迅捷的6K7732 用于处理LED灯控 DECOM则是和31.5英寸QDO那的同款 这里就不用过多赘述了 我们来看面板型号 QMB265AA01 从保密的官方规格数可以看到 除去尺寸外 其余的参数和31.5英寸版本几乎一致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45%的SGB容积 色域天地板排名第43名 SDL亮度方面最高为273L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74名 这个数值是开机一瞬间测得的 实际稳定亮度为250L左右 SDL模式最高为1031L SDL亮度天地板34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克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距为4.67% 亮度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27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详音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接速度达到了0.327毫秒 灰接强速度天地板排名第25名 运动显示时间方面 在240Hz刷新率下 BET为3.315毫秒 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趣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全新第四代QD OLED面板 26.5英寸 4K分辨率 实际运动轻度出色 游戏填感很好 3.SRGB和P3色域射准 都有的不错的表现 4.支持杜比世界 高光细节还原更加精准 5.全新外观设计 模具精细 做工出色 拥有360度散热开孔 内部HIPP的主动散热风扇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P3模式的白点 并不适用目前显示在使用场景 有明显的偏绿现象 2.基于HDL模式 有油画空间 色调偏暗 暗部细节也容易丢失 3.Q6OLED通病 屏幕受到光线影响 会有泛指的现象 导致对不对会下降 作为年度期间 结合价格来看 它应该为消费的提供DP2.1满数接口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外星AW2725Q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